完全是在椰林之中用餐 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棒 大家好 我是小凡 我现在在海南三亚 今天大家来看一下三亚的大东海 这里就是大东海广场了 大东海是三亚的五大海湾之一 从西往东 第一个是亚洲湾 第二个是三亚湾 第三个是大东海 第四个是亚龙湾 第五个是海棠湾 这五个海湾当中 就只有大东海 是带有大字的 但是 很搞笑的是 大东海 就是这五个海湾当中 最小的一个 因为它的海岸 线长度只有2.9公里 现在我走的这个地方 就是大东海的 广场了 前面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其实刚刚 刚刚在那个 路回头景区也看到过 大东海的海水了 这里有个雕塑 雕塑的名字叫 俘虏东海 前面有人在拍照 我们过去看一下 池这里面已经没有水了 要不然的话 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这只有三个小姐姐 从那边那种造型 为什么是俘虏东海 有谁知道吗 这里就是 大东海 现在中午时间了 刚刚吃晚饭 全是游客 一直到那边 这海滩不长 只有2.9公里 但是冷却这么多 这里是一排用餐区 是高脚楼的形式 全是种的一排椰树 完全是在椰林之中用餐 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棒 这片沙滩走的特别舒服 感觉比三亚湾的那个沙滩 走的还要舒服很多 海水还是挺干净的 比三亚湾那边要干净很多 那边就是路回头景去了 刚刚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如果晚上你来这边看日出的 看日落的话是可以的 那边有山 正好太阳下到那个山的后面去 不过如果你要看完整的日落的话 你得到三亚湾那边去看 比较好 因为三亚湾那边是在西边 正好可以看到完整的日落 没有东西挡住 这个我们有一个山挡住了 但是也正好 因为这个山挡住了正好符合 太阳落山的感觉 挺不错 这个海浪真的好大好大 你看冲到这来了 这浪真的太大了 我的裤腿都湿了 你看全湿了 裤腿都全湿了 这边有很多摩托艇 香蕉船 有很多人已经在那边玩上了 在那边 这两个小孩玩得真开心 老夫妻他们在海水中看到了 老大爷一直牵着老奶奶 什么叫做恩爱 这就叫做恩爱 你看 这么大年纪了 然后大东海广场旁边应该是右边吧 这里有一大片的夜里 真的非常漂亮 这不仅有游客啊 还有当地的居民 因为这个海滩离市区非常非常近 所以当地的居民还有游客都比较喜欢来这里 下一次呢 我会带大家去亚龙湾和海棠湾去看一看 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这期视频就是 那么再感谢 那么 就